之前的话我刚刚有把那个云端上面有贴一个这个有关运算值相关的这个表格 那里面的话包含就是说刚刚有用到的就是如果两边要比较的话等于啦 两个等于那不等于就是这样的一个惊叹号记得前面加一个 那如果大于小于那大于等于小于等于 这个我想这些符号基本上跟那个其他的语言也大类似啦 大概只是说这个大于等于之前有同学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等于放前面 大于放后面当然不行啦这不是我定的这规则一定就是follow他 就是这个就是不能改变的啦OK你就要照着你就把它要把它背起来就对啦 这东西其实就是要记得你不能说你照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写 OK语言最怕就是你给他乱写自己变出东西来那当然一定有bug了OK 另外的话接下来就是说逻辑的部分相反的或Nuts 所以Nuts后面有范例就是Nuts瓜糊那就本来true就变force force变成true两个颠倒一下不过像我的习惯我是比较少用Nuts 为什么Nuts有时候转来转去有同学就纳承纳承纳承一直纳承下去到底是要不要 所以那什么公投不是什么你不同意什么什么不要什么什么最后到底要还是不要 你搞不清楚你是还否对不对 这边你是颠倒逻辑了啦 你是否不同意 这到底是要还是不要 所以你就就是那个叙述里面他多一个不的时候那你就要反过来了 跟这个道理是差不多的 所以其实纳承逻辑我比较少用 因为我怕将来我自己写过的程式 但是我自己要思考也会看不懂那自己都看不懂程式的话那就很危险了那这最后到底跑出来为什么是正确的你也不知道 反正就对了对了就可以了那是最危险的所以其实我讲过逻辑尽量越自己越能够控制越能够单纯一点越好 所以这部分的话大家了解一下not 刚刚有用到and跟or 那写法我刚刚有用过所以你会发现前面后面如果and是两个都要为true 两个都为true才是true 那or的话是其中一个为true就是true 所以这部分的话大概知道一下 因为这种逻辑不外乎就是刚刚讲一重两重多重逻辑 然后你配合什么配合and跟or大概一般工作上就足够使用了 你也不要把那个工作里面的逻辑想的太复杂 复杂的话最后自己也搞不清楚 最后待会204题的话就有所谓的加减乘除 还有person是求余数 那刚刚我们用到 所以32person5那就是余2 那比较特殊是这个除除 除除的话就是32除以5 那答案呢6 为什么 因为就是等于是应该是6点多 可是他就直接取整数就对了 然后其实感觉上就是除完之后在外面包个int 到底是差不多了 只是说他多了一个这个运算值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就把它用 如果将来你不会用这个的话 你用再加int 其实结果一样 所以有的时候有些即便有 但是你个人习惯不一样 有时候也不见得会去用它 如果有更好的方法 那比如我习惯用int 那我就除完加int不就好了 那这个等于没有也不影响 OK 所以有的时候有你知道没有 你反正就想方法 那程式怎么写出来 真的就是你要去想一些 把那个结果看到之后 你去想那个过程 把那个结果也想出来 那最后还有个层层 那个层层的话就是 刚刚有提过的就是几次方 层层二的话 那就是输出的话 就是7的二次方 那就输出结果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就是 第20四题 我是把它放解答这边 然后20四题的部分 看一下它要什么 其实这个我看它这个题目 还蛮容易理解的 就是你第一个输入A 第二个是输入B 第三个是输入你的那个 算数的运算值 是加减乘除还是除除 还是这个person 总共会有这些 所以其实这一题也是属于 那个所谓的多重逻辑判断 那也就是说呢如果 第一个当然你要让它输入三个 所以我们就是输入的话 就input 所以input的部分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 基本上的话 我们就一个A A的话去接什么 接第一个值 B的话就接第二个值 这个A跟B 然后第三个不是C 我叫operator 或者你用其他变数也没关系 你用C也可以 只是说一般这个 我把这个名称打成opr ok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它input 进来的东西 因为它运算 所以我先把那个字串 改成数字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所以把30输入进来 然后再把20输入进来 再把那个我的符号 就是那个乘号输入进来 那接下来的话呢 多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就ans等于0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最后加就是最后算完的结果 应该是多少 那我这边就是给它一个初始值 ans等于0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做逻辑判断 什么样逻辑判断 如果假设opr等于 有没有相等 这个叫比较运算 比较一下输入的东西是不是加 如果是 那我就是执行A加B 其他的话其实 这边怎么办 大家如果你写完一个之后 我讲过了 几下的东西都可以复制贴 复制贴 怎么贴呢 这边有没有复制 C 然后在贴之前 先打个EL 然后贴上 改什么呢 把这边改成减不就好了 这边再改成减 对不对 然后呢 再复制 再怎么样 再贴 记得一定要移到前面去 这个你不能说贴了 这边多一个这个 这样子缩排不ok的话 那是有bug的 因为缩排 也是那个python程式的一部分 也就是这边一定要缩排 这边不能缩排 你会发现这边错误了 ok 把它back到前面去 然后这样的话 加减乘 这边就乘 除的话呢 就以此类推了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一个一个 分别呢 就把它贴贴贴贴贴 贴完之后 你会发现其实就做一个就好了 其他我把它back 因为这个都一样 然后最后的话呢 就把它什么printer 有没有 printer 打个p printer什么了 ok 那把这个ans给输出 所以刮弧 里面就ans 这样就ok了 所以其实看起来好像很多 但实际上都是由这个衍生出来的 加减乘除除 person 然后输出 哇这一题应该不算难吧 那主要就是练习那个熟练度 所以以后你这个练熟之后 以后你要打多重逻辑 就不是太大的问题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再把结果输出来看一下 执行一下 那如果你程式都没有bug的话 你就输入30enter 不对 那这边停一下 这边执行一下 刚刚执行到刚刚那一个 ok 那这边的话就30enter 20enter 然后再帮我乘起来 600 没错 其他当然你可以再数一下 如果ok的话 那这一题就完成 204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顺便了解一下 那个其他的相关的那个运算值部分 包含就是 我刚刚有提过的像那个 关系运算值 等于的话 记得两个等于 ok 然后逻辑运算值的话 那此我自己是比较少用 那end跟or 还有就是加减乘除 多一个除除 除除的话是留整数部分 小数点不要 然后 几次方乘乘也可以 互相将乘 乘两次乘三次乘四次 其实都可以 ok 那试一下那个 204的这一题 ok 204做完之后 再来就是 206 206部分的话 就是等级判断 好 好了 侍然